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课我和你们一起继续学习十四课 请你们准备好语文书 学习用具 我们开始上课了 首先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正确流利地朗读这篇课文 要把字音读准确 把句子读通顺 十四 要下雨了 小白兔弯着腰 在山坡上割草 天阴沉沉的 小白兔直起身子 伸了伸腰 小燕子从它头上飞过 小白兔大声喊 燕子 燕子 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 燕子边飞边说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沾了小水珠 小水珠飞不高 我正忙着捉虫子呢 是要下雨了吗 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 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 小白兔跑过去 问 小鱼 小鱼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小鱼说 要下雨了 水里闷得很 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 小白兔 你快回家吧 小心临着雨 小白兔连忙跨起篮子往家跑 它看见路边有一大群蚂蚁 就把要下雨的消息告诉了蚂蚁 一只大蚂蚁说 是要下雨了 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 小白兔加快步子往家跑 它一边跑一边喊 妈妈 妈妈 要下雨了 轰隆隆 天空响起了一阵雷声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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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真的下起来了 课文读完了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闯关游戏 第一关 送小白兔回家 看 小白兔在回家的途中 很多词语挡住了他的路 你们要是能读对这些词语 就能帮助小白兔顺利回家 请你们先小声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一读 山坡 阴沉沉 潮湿 有空 连忙 消息 搬家 雷声 小白兔到家了 恭喜你们顺利闯过第一关 第二关 找朋友 我们先叫叫词语宝宝的名字吧 空气 天空 响起 加快 沾满 阴沉沉 潮湿 水珠 雷声 布子 这些词语宝宝宝宝中藏着一对一对的好朋友呢 快开动脑筋 快开动脑筋 帮紫鱼宝宝找到他的朋友吧 看 他们找到朋友了 我们一起读一读 空气潮湿 天空阴沉沉 响起雷声 加快 布子 沾满 水珠 恭喜你们顺利闯过第二关 第三关 我会写 上节课我们还学习了七个生字 你们还会写吗 请同学们拿出一支尖铅笔 调整好写字姿势 头摆正 腰挺直 脚放平 手离笔尖一寸 胸离桌边一拳 眼离书本一尺 请你们先读读这几句话 再拼一拼括号上面的音节 然后把正确的汉字写在括号里 同学们应该写完了吧 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 我们先一起读一读 小白兔直起身子 伸了伸腰 小鱼 小鱼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是要下雨了吗 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 小白兔 你快回家吧 小心临着雨 小白兔加快布子往家跑 它一边跑一边喊 妈妈 妈妈 要下雨了 它不但都写对了 而且还注意了口字旁在左边时写得小而高 注意了直字横画间的布白均匀 非常棒 请你对照屏幕也来检查一下你写的吧 我相信你一定都写对了 顺利闯过了第三关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要下雨了这个故事里有哪些动物吗 同学们一定想起来了 有小白兔 有小白兔 小燕子 小鱼和蚂蚁 小白兔从小燕子 小鱼和蚂蚁那儿知道要下雨了 这三个小动物 在下雨前都在干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带着问题再来读一遍课文吧 一边读一边想 十四 要下雨了 小白兔翻着腰 在山坡上割草 天阴沉沉的 小白兔直起身子 伸了伸腰 小燕子从它头上飞过 小白兔大声喊 燕子 燕子 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 燕子边飞边说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沾了小水珠 飞不高 我正忙着捉虫子呢 是要下雨了吗 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 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 小白兔跑过去问 小鱼 小鱼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小鱼说 要下雨了 水里闷得很 我们到水面上来 透透气 小白兔 你快回家吧 小心临着雨 小白兔连忙跨起篮子 往家跑 它看见路边 有一大群蚂蚁 就把要下雨的消息 告诉了蚂蚁 一只大蚂蚁说 是要下雨了 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 小白兔连忙跨 小白兔加快步子往家跑 它一边跑一边喊 妈妈妈妈要下雨了 轰隆隆 天空响起了一阵雷声 哗哗哗 大雨真的下起来了 有同学找到了 要下雨了 燕子飞得很低 再忙着捉虫 小鱼游到水面上来透气 蚂蚁忙着搬东西 小白兔对它们这些表现 有什么疑问 它们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先来读读 小白兔和小燕子的对话吧 我们一起读读课文的 一二三自然段 小白兔弯着腰 在山坡上割草 天阴沉沉的 小白兔直起身子 伸了伸腰 小燕子从它头上飞过 小白兔大声喊 燕子 燕子 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 燕子边飞边说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沾了小水珠飞不高 我正忙着捉虫子呢 你们看 这是小白兔说的话 想一想 小白兔的话该怎么读呢 一位同学发现提示语中说的是 小白兔大声喊 他提醒大家 小白兔的话要读得声音大一点 有喊的感觉 另一位同学说 这句话句子末尾是问号 说明小白兔很好奇 很想知道原因 这两位同学说得真好 我们读的时候 声音要大一点 还要把小白兔 疑问的语气读出来 自己读读小白兔的话 我们一起读一读 燕子 燕子 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 燕子是怎么说的 同学们找到了这句话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沾了小水珠飞不高 我正忙着捉虫子呢 读读这个词 潮湿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说的是空气中的水分比较多 现在你们知道 小燕子为什么在下雨前飞得这么低了吗 一位同学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 因为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上沾上了小水珠飞不高 燕子 燕子要捉虫子 要捉虫子就要低飞 这样才能捉到虫子呀 他说的多清楚呀 请你们来当小燕子 解释给小白兔听吧 自己读读燕子的话 我们一起读一读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沾了小水珠飞不高 我正忙着捉虫子呢 我们来分角色读读小白兔和燕子的对话吧 老师读小白兔的话 电视机前的你们和老师一起读小燕子的话 准备好 开始了 燕子 燕子 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沾了小水珠飞不高 我正忙着捉虫子呢 小白兔听燕子说要下雨了 它相信了吗 你从哪知道的 有同学找到了第四自然段的这句话 是要下雨了吗 请你再读读这句话 想一想 小白兔相信了吗 有同学说 小白兔是半信半疑的 嗯 这个词用的真准确 小白兔有点相信 又有点怀疑 不确定 这就是半信半疑 请你再读读这句话 读出小白兔的半信半疑 是要下雨了吗 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 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 它对小鱼的表现又有什么疑问 小鱼又是怎么回答的 我们再来看看小白兔和小鱼的对话吧 和老师一起读读五六自然段 小白兔跑过去问 小鱼 小鱼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小鱼说 要下雨了 水里闷得很 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 小白兔 小白兔你快回家吧 小心临着雨 你们看 小白兔站在池子旁边 满脸的不解 它对小鱼的表现充满疑问 十分好奇 它的话该怎么读呢 自己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一读 小鱼 小鱼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小鱼是怎么回答的呢 一起读读 要下雨了 水里闷得很 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 小白兔 你快回家吧 小心临着雨 小鱼对小白兔很关心 不但把游出水面的理由说清楚了 还提醒小白兔快回家呢 它的话该怎么读呢 自己练练吧 我们分角色读一读这部分 我来读小白兔的话 读出它的好奇 你们和我一起读小鱼的话 读出它对小白兔的关心 还要把它游出水面的理由说清楚 准备好 开始了 小鱼 小鱼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要下雨了 水里闷得很 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 小白兔 你快回家吧 小心临着雨 同学们 请你们再读读这段话 想一想 闷是什么意思 有同学说 我知道 要下雨了 小鱼在水里 呼吸不舒畅 喘不上气来 这种感觉就是闷 现在你们知道小鱼 为什么在下雨前游出水面了吗 你能用因为 所以这个句式 说说吗 我们听听这位同学说的 因为要下雨了 水里闷得很 所以小鱼游到水面上来 透透气 嗯 这位同学表达得很清楚 语言很完整 请你也像他这样说说吧 我们再来分角色 读读这部分 我读小白兔的话 电视机前的你们 读小鱼的话 小鱼 小鱼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给你们读了 小白兔听了小鱼的话 相信了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同学说 他相信了 他找到了这句话 小白兔连忙跨起篮子 往家跑 连忙 说明他动作很快 往家跑 说明他害怕被雨淋到 看来小白兔真的相信了 你能把小白兔 这一连串的动作读出来吗 自己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一读 小白兔连忙跨起篮子 往家跑 你还从哪儿看出 小白兔相信了 有同学又找到了这句话 他看见路边 有一大群蚂蚁 就把要下雨的消息 告诉了蚂蚁 他不但相信了 还告诉了别人呢 书上没有说 小白兔是怎么告诉蚂蚁的 你们能想象一下 他是怎么和蚂蚁说的吗 谁来当小白兔 把要下雨的消息 告诉蚂蚁呀 我们听听 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蚂蚁 蚂蚁 要下雨了 你们快回家吧 小心临着雨 这时一只大蚂蚁说 是要下雨了 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 同学们 听了大蚂蚁的话 你们有什么问题 要问他吗 有同学问了 知道要下雨了 你们为什么不回家 还要搬东西呢 这是因为下雨前 空气的湿度比较高 蚂蚁对空气湿度变化 非常敏感 当蚂蚁感觉到危险了 它就要往高处搬家了 听了蚂蚁的话 小白兔是怎么做的 一起读读 小白兔加快步子往家跑 它一边跑一边喊 妈妈 妈妈 要下雨了 小白兔加快步子往家跑 它多着急呀 它要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 所以它一边跑一边喊 妈妈妈 妈妈 要下雨了 轰隆隆 天空响起了一阵雷声 花 花 花 大雨真的下起来了 你们看 花 花 花 这里有三个痘号 读的时候要注意停顿 自己读读 看看有什么感觉 有同学说 感觉雨很大 就像小燕子 小鱼 蚂蚁说的那样 大雨真的下起来了 我们再读读这两句话 轰隆隆 天空响起了一阵雷声 花 花 花 大雨真的下起来了 这节课 我们和小白兔一起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呢 能说说你的收获吗 有同学说 它知道了 燕子低飞捉虫 小鱼游出水面透气 蚂蚁搬东西 就是要下雨了 有同学说 它还知道了 它还知道了燕子低飞捉虫 小鱼游出水面透气 蚂蚁搬东西的原因呢 同学们的收获真多呀 让我们再把课文读一遍吧 我们来合作读课文 我来读叙述部分 电视机前的你们和我一起来当小白兔 小燕子 小鱼游出水面透气 小鱼和蚂蚁 读好它们的话 你们可以想象它们的动作 表情 感受它们心里的想法 读出语气 十四 要下雨了 小白兔弯着腰 在山坡上割草 天阴沉沉的 小白兔直起身子 伸了伸腰 小燕子 从它头上飞过 小白兔大声喊 燕子 燕子 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 燕子边飞边说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 沾了小水珠 飞不高 我正忙着捉虫子呢 是要下雨了吗 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 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 小白兔跑过去问 小鱼 小鱼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小鱼说 要下雨了 水里闷得很 我们到水面上来 偷偷气 小白兔 你快回家吧 小心临着雨 小白兔连忙跨起篮子 往家跑 他看见路边有一大群蚂蚁 就把要下雨的消息 告诉了蚂蚁 一只大蚂蚁说 是要下雨了 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 小白兔加快步子往家跑 他一边跑一边喊 妈妈妈妈要下雨了 轰隆隆 天空响起了一阵雷声 花 花 花 大雨真的下起来了 有的同学还没有读够呢 课后 你们可以和爸爸妈妈 一起分角色 再读读这篇课文 同学们 你们还知道 哪些动物 在下雨前 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吗 你们看 有位同学找到了 这两种动物朋友 他还从课外书中 找到了两则 有关的天气谚语 是关于下雨的 我们一起读读 蜻蜓成群飞 雷雨要来临 蚯蚓路上爬 雨水乱如麻 要下雨了 蜻蜓会成群的 在低空飞来飞去捉虫子 蚯蚓会从土里往外爬 对这些知识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课后到网上 到课外书中 再去找找 有关的知识来学习 大自然中 还有很多很多的奥秘呢 只要你们认真观察 用心思考 就会有更多 更有趣的发现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说明快点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